以跑手角度主要想知道哪一隻行山獎會比較輕身 哪一隻行山獎會比較易修 哪一隻獎會比較耐用 有什麼補品可以保持我們的身體繼續跑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KFC Gears Check 今集我們會介紹有關行山獎 繼續有ORANGE介紹不同的行山獎給大家 ORANGE 行山獎主要是分兩類的 據我所知大部份市面上買的都是Carbon、Aluminium 其實兩隻有什麼不同呢 一般來說剛才所說Carbon和鋁 Carbon的特性非常輕身 一些高階的行山獎都是用到Carbon的物料 它的特性是輕身和抗食性和彈性都很高 不容易斷 所以很多行山獎品牌都是很常用的物料 鋁其實本身也是很輕身的物料 而且硬度也很高 而且鋁因溫度而產生的變化是很少的 所以也會有牌子繼續用鋁這個物料 但是它會比Carbon會比較重 所以在香港的比賽或跑手來說 通常會選擇Carbon會比較多 先試試看 Carbon通常會比較貴 Carbon通常價錢會比較高 沒錯 但是如果玩開比賽的朋友 他們心碎清的 其實他們都知道大概價位到哪裏 我想以跑手角度 主要都會想知道幾個項目的 第一就是哪一隻行山獎會比較輕身 第二就是哪一隻行山獎會比較容易收 因為我們跑的時候有時候都會收之獎 還有哪一隻行山獎會比較耐用 主要是這三點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下哪一隻會比較 通常鋁會比較耐用 還是Carbon會比較耐用 如果你說在香港的天氣和溫度環境 其實這兩隻物料都差不多 但如果我們有機會去到一些比較冷的地方 玩比賽或是下雪的去到負十多度 通常我們會選擇用鋁 就不會選擇Carbon 因為Carbon對低溫會產生變化 會比較容易變脆 容易斷 鋁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在那些環境之下 我們通常會選擇用鋁的物料 但香港就無所謂 通常滑雪橡都是用鋁 鋁或是一些鋁混合Carbon 都會有 OK 有沒有說哪一隻牌子或哪一隻牌子 或者哪一隻牌子會比較容易收 應該這麼說 現在最常用跑手的一定是這些摺疊式的鋁山醬 因為它只需要按一個按鈕 所以它是縮起上面的部分 就可以收起來 這些它的好處收藏很短 可以放進你們的跑袋裡 而用的時候只要一拉 就可以成型 對於跑手來說 簡單快捷是它們最需要的東西 還有這些很多時候 它都會有些是分長度 好像跑手買的時候 就會選擇它們自己需要的高度去選擇 一元就是它要的高度 所以這些就比較方便 有比於傳統可能 調校式的 好像這些糊塗式的鋁山醬 那些需要作調校 那些會適合行山為主 如果玩比賽 通常都會用摺疊式的行山醬 摺疊式有個經驗 就是怎樣選擇一個對的長度 給自己 就是我聽一下 你可以同意我的 這樣拿著放在腰部位置 手臂和上臂是90度 應該是對你的高度 這個是對的 這個訊息是對的 OK 我自己本身就用著 Black Diamond 1.15至1.20都可以 1.20我記得 測量是去到6尺 1.20都還可以用到1.20這個長度 好 剛剛我們講了行山獎 之後我們就會講一下補給品 補給品對於我們很多 玩Ultra Distance 50K以上的 都是很想知道 有什麼補品 是可以保持著我們的身體 是可以繼續跑的 有請 Oring 是可以 其實自己都試過很多不同牌子 Power Gel 或者Gel糖 法國的牌子 或者不同美國 歐洲的牌子 都試過 有不同的功能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蜜糖味 就會比較容易入口 不如你講一下 你們這隻蜜糖味 的Power Gel 有什麼特別 或者裡面的成份 會不會跟其他Power Gel 有什麼不同 OK 那我們這隻Honey Singer 來自美國 一個小蜜蜂的Logo 它最大的好處 它主要成份 會是一個天然的蜂蜜糖漿 用這個 這個物料可以令到 我們人的吸收會比較簡單 未必會造成這個腸胃的不適 所以 它的味道 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因為它 你吃下去 它真的好像在喝蜂蜜的口感 所以相對是比較容易入口 它也會有不同的口味 還有一些是加入了咖啡 可以有提升的作用 大部份它都會一些 有機有機的原材料去造成 所以其實都很適合 一些想要一些有機的 和健康一些的 跑手的一個選擇 嗯 它大概有多少卡 一包一包 因為它還沒做錯 我看不到它剛剛遮蓋了 通常它大概是100卡 一包 左右 嗯 那它 除了糖分之外 會不會說 電解質 或者其他物質 會比其他GEL多為少 嗯 其實它就不會有其他 未必會去到其他品牌那些 那麼高 它賣點是 容易入口 還有 當然那個 電解質 或者其他的成分 它一定會在裡面 但是它 最大的優勢就是 真的容易入口 還有那個 給的力上得都很快 這個是它最大的優勢 嗯 還有它除了GEL之外 它也會有其他 不同種類的補給品 例如 好像這些 糖 那樣 能量糖 其實它的功能 就好像GEL 也有不同的口味 有時候 我們可能不想吃 GEL 吃得多 可以想有些 咬感的食物 你可以選擇一下 這些軟糖 這些也是 非常之可以 容易吸收 消化 嗯 沒錯 這些是不是餅 對 那就是 Herstinger 特別一點 其他品牌都會比較少 就是它會出一些窩夫 的 好像一些窩夫餅的 泡花 一小小塊 容易攜帶 還有 它也不會有太過大的飽肚感 可能你平時一個 不是太長的 休息時間 你都可以吃一塊 補充 應該需要的能量 還有它這些很好吃 沒錯 我也很喜歡吃它的窩夫 我自己吃過 其實不同的味道 都是蜜糖味 對於我來說 好像直接擠了蜜糖在口裡 還有一些BAR BAR的能量 會不會比GEL強一點 或者多一點 多一些卡路里 當然 BAR也會有分 還有一些 POWER BAR 就是Energy BAR 以及POTEIN BAR 這個部分 BAR BAR 它這些能量 提供會較高一點 你平時可能是比賽前 或者中途之間 就可以吃的 那POTEIN BAR 它的 蛋白質的成分 就相對會比較高一點 可以適合你中間 或者比賽完之後 去做一個修補 好 好 等你不用經常吃GEL 吃GEL 吃得多都吃到口味會起 好 好 多謝ORANGE 介紹了這麼多不同的產品給我們 是 希望我們下次有機會 可以繼續邀請你去介紹不同的產品 是 好 多謝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